刘培元的尝试宝典 霍元甲 黄飞鸿 叶问 这三个 无数大师 真真假假 霍元甲有名 黄飞鸿有名 电影一大堆 电视剧一大堆 叶问这三个都是 无数高手 不得了 英雄人物 真真假假 所以我们看小说 看电影 看电视 一般人不太会分 尤其小孩子 或比较年轻的 或者比较没有知识 不是很够 电影演什么就当什么 当然有人说 电影看看就好 可是它里面有的真 电影电视小说最麻烦 它又不是全假 这三国演义最糟糕 你说三国演义是真的 假的 你说假的它有些是真 真真假假 三国演义大概 我看是三四成吧 真实性三成到四成吧 所以 当然除非说 它是纯粹虚构的 小说 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那个甄嬛传 后控传 那也是太恶心了 假都不行 我看正确的一成 除了雍正是真的以外 其他都假了 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看小说 看连续剧看电影 有时候还是想把分辨一下 哪些真的假的 因为这些都有真的人 你如果他弄一个脱名 有个化名 立即上没这个人 就可以 就像那个图尔金的摩基 立即上没有这个朝代 没有这些人 那就随便他写 没有问题 虚构的 但有霍元甲 黄飞鸿也问 这三个真是活生生的人 真有奇 而且不是太早 又不是你说汉朝 唐朝 宋朝 太久了搞不清 他又是清末明初的人 这个也没有太久 而且当时有很多报纸 杂志 而且老一辈也看过 所以他有些 这个 他的真实的东西 还是有些人知道 现在又有维基百科 网络上有很多 也是知道 什么是真的 可是电影他没办法 电影电视 他为了要卖座 他比较夸张 艺术性的夸张 可是夸张 你说他这个 有八成是真的 两成是假的 那也就罢了 那你说演到八成是假的 两成真的就夸张 所以这个 所以电影电视 有时候夸张的 超过一半以上 但是又连续演 又演这一集 那一集 演了很多集 大家就以为 说他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集 一直有所还原 还原这三个 无数忠实的真相 当然电影 他也演就演了嘛 他的电影 演电影就是要卖钱嘛 你要是不夸张 就没有人看嘛 对对 他可能是 他可能七十分的功力 他妈演成一百分 演成一百二十分 那不然的话 就没人看嘛 那有些情节 有些人物是虚构的 我们看黄飞鸿 黄飞鸿 他这个本人是长这样子 网络上当然有另外一张 比较年轻 那是他儿子 因为当初 后来 有些网络他也更正 那张比较年轻的呢 那个照片 我们这边没有放进来 就是当初 那个黄飞鸿的太太 拿出来 因为一下找不到 这张照片 所以拿他儿子做 有点像 所以以额传额 后来 大家慢慢也知道 那张不是 是大儿子 他本人是长掉 所以年轻照片 找不到 找不到 目前看得到 就是这张 已经这时候 就大概有 六十多岁吧 六七十岁吧 黄飞鸿 因为他是1947年 我们这三个按照年纪来排 所以年纪最大的 是黄飞鸿 他1947年 1847 不是1947 差太多 18比孙中山还老 孙中山1866吧 186566 所以比孙中山还大 十几岁 到1925年 79岁 可是 因为他这个时代 很早 所以这个 当初的名证 这个身份证 不像现在 所以另外有一说 是1856年 反正一个就是 大概79岁 算虚岁 就79 一个大概活7岁 两个差9岁 所以两 那这看起来呢 这个 大概六七十岁的时候 所以搞不清楚 但一般主流是认为 1847活了79岁 另外一说 只活70岁 差9岁 那他父亲 真的是黄启英 这个没有问题的 但是广东十虎 是他父亲 是广东十虎之一 那黄飞鸿 他本身不是十虎 因为这辈分 差了一辈 所以他不是十虎 是他父亲 是十虎之一 所以广东十虎呢 当然年代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到底哪十虎 现在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一般的讲法是 黄引玲 这我们没听过 黄承克没听过 苏黑虎没听过 黄启英 知道他爸爸 李仁超没听过 苏启俄听过 铁桥山听过 陈长泰没听过 谭基君 周泰都没听过 所以这里面 广东十虎只听过 黄启英 苏启俄铁桥山 所以有的时候 这十虎也未必 就是说黄启英 苏启俄铁桥山 三个功夫最厉害 就刚好 小说家 刚好写到这三个人 或电影拍 你就觉得三个厉害 那其他七个人 就没有拍出来 搞不好其他七个人 更厉害也不一定 搞不清楚 所以人都这样子 有被宣传 有拍电影 有些小说 而且有名了 但其他几个 搞不好也更厉害 就没有人写 可能是刚好 刚好人家不知道 不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当初 清末民族最厉害的 武功最厉害 武术 我们不要讲武功武术 最厉害的 不是这三个 还有更厉害的 可是为什么不拍 可能导演不知道 学小说的不知道 比如一个叫 孙璐唐 有机会介绍 真的是厉害 而且是认证的 就是他的事迹 打败日本 这些高手 真的 真的有 像这个黄飞鸿 霍原甲 叶问 反而这三个人 电影上演的 天下无敌 可实际上 并没有那么多的 丰功伟业 他们是当比一般 厉害是没错 可是也没有像 电影上那么厉害 可孙璐唐 他真的厉害 比如举个例子 原来是日本武士 来了一票 要跟他挑战 听说你很厉害 我日本五个高手 要跟你打 就孙璐唐 就跟他们说 不要刀枪 他说你死我活 何必 我们切磋 点到为止 那日本就说 怎么比呢 孙璐唐有个大胡子 大胡子 他说这样子 你们五个人一起上 一起上 但是又不是真的打 那五个人说 那日本人说 那怎么打 五个人这样 五个打一个 这样子太不公平 说他没关系 输了我就认输 你们五个人 我躺在地上 躺在不是趴着 躺着 你们五个人 就抓着我的四肢 比如两只手两脚 另外一个 比如说压在我胸口上 压住我头 都可以 五个人 把我压住 我要是能挣脱的话 就我赢 挣脱不了 就我输 就这样子嘛 也不用比刀枪 免得你死我活 流血不好看 这五个 日本五个 那个武士 就笑了 说 好了 就五个人就把他压住 就说 五个人压住两条腿 两只手 一个压住头 那你再压住 五个人 五个人力量 比一个人大太多 结果 就压住 就孙悟长运气 啪 一声突 五个人弹起来 那五个人说 不用比了 确实厉害 认输 所以有些真的是清末名出 当然那个大刀王五也是有真的功夫的 那就大刀王五在当时的他的整个辈分 整个武艺可能都超过这三个人 那大刀王五当然有拍过一些电影 所以当初就是一个叫平 所以当初最早的写武侠小说 两个人 一个叫环珠楼主 一个叫平江不孝生 他主要是平江不孝生 这个写了有关于他们几个人的事情 所以就有名了 那黄飞 黄飞呢 他五岁就开始跟着父亲习武 这是事实 但是呢 有些地方就是没有那么 电影那么夸张 跟着父亲呢 黄其英在佛山广州卖艺 那一般的说法呢 他确实学到这些武功 他跟父亲啊 黄其英学虎拳 贺拳 拜铁桥山也是广东师虎啊 他的传人 没有直接跟铁桥山学 跟他传人 林福成学铁线拳 又从宋徽堂 学五银角 但是他没有叫佛山五银角 就叫五银角 没有佛山这两个字 又从苏其学到最拳 所以他真的学到一些东西 这个黄飞鸿 就确实会武术 但是我们看有些地方就不一样 就没有十三仪啊 没有十三仪这个东西 这个人啊 没这个人啊 然后他在1873年啊 在广州教授工人习务 所以他真的是会武术 然后设立跌打医馆 也曾在佛山的摔脚场 待着维持保安 保镖了 那他父亲走了以后呢 他真的 这个打错 保镖林 他真的设了一个保镖林 保镖林 确实有保镖林医馆 但是也没那么夸张啊 就是一个跌打 跌打 我们叫那个跌打 国术馆 就是一个国术馆 也没那么夸张 然后1923年 他儿子黄汉生 被暗算死了 他从此就不再教授 他其他的儿子 无数不教了 心里难过 然后1923年呢 发生了一个广州商团事变 国民党广州军政府 镇压商团 那保镖林受损 黄飞红受这个打击很深 从此闷闷不乐 然后他1925年呢 这受众正寝 不是生病什么事 但是 他这个家道中弱 就是环境不好 没什么钱 甚至说呢 家人你看 黄飞红呢 甚至家人没有钱买棺材 你看怎么会这样 我们在电影上 保镖林啊 生意不错啊 赚了些钱啊 至少过来比一般好吧 实际上 生意不好 就是一个国处馆嘛 而且那时候有西医了嘛 大家去看西医了 就是没赚到什么钱 你看家人都没钱买惯 那他一共结婚四次啊 前面三个都不会武功 结婚这个第四个女 第四个太太 莫贵兰 有人说莫贵兰就是 十三蚁的原型 雏型 十三蚁不会武功啊 莫贵兰会武术啊 然后那个啊 他走掉以后 他的第四人 其实跟他差四十多岁啊 莫贵兰啊 莫贵兰他也学到一点武术啊 跟他弟子 林世荣猪肉龙啊 移居香港 开馆兽图啊 这个是兽 所以黄飞红呢 他娶了私人妻子 罗氏 马氏成死 都死了 所以 所以黄飞红啊 但是没有娶十三蚁 没有十三蚁 没这个人 他都死掉 所以黄飞红那时候啊 就是万叹 万叹 就是感叹啊 就是说 有点客夫 我们一般讲客妻 他是客 人家是客夫 他是客妻 然后 但是后来 1915年 还是娶了 娶了小二十多岁的莫贵兰 莫贵兰这边照片 没有放进来 莫贵兰会武术 长得 普通啊 长得普通 有人说他是十三蚁的原型 十三蚁 当然关智丁也很漂亮 但是莫贵兰照片 长得普通 个子也不高 可是会一点武术 他徒弟呢 有陆正刚 梁宽 林云凯 林世荣 这个真的有林世荣 但是没有牙差数 也收过女弟子 在电影上呢 比如说那个 当没有牙差数了 这个是邓世荣 猪肉龙嘛 郑哲世来业嘛 泡嘛 卖猪肉一定很胖 卖猪肉有规定一定要胖吗 刚好是郑哲世演嘛 这是他照片 猪肉龙 林世荣 长得是不怎么样 可是至少他没有很胖 真人没那么胖 但是我们一般习惯上 因为郑哲世胖子嘛 演了以后 哇猪肉龙大胖子 他不是 他不胖 所以这个黄飞红 他是会武术 也确实会武术 可是 他也真的是 当然 这个武人 那一定难免会比武 也常常赢 但是没有说想 没有这个电影 写的那么夸张 天下无敌 又打白连叫 又打什么 这电影都穿越了 也没有十三仪 也没有牙刹书 没有这些东西 也没有那么多的丰功伟业 但是小说嘛 一写一写 然后 先是有小说嘛 然后再拍电影 电视 等等的 就把他 夸张的 很厉害 黄飞红 那我们看 那个霍元甲 霍元甲是1868年 就大概跟国父 孙中山年纪差不多 比国父可能小个两三岁 这个霍元甲 长得是这样子 霍元甲 仪表还不错 仪表还不错 那他父亲 霍恩帝 确实武艺高 可能比他还高 因为他父亲 是当时宫殿的标师 武艺很高的 很高的 高强的标师 所以小说 要是写他父亲 霍恩帝 可能说服力更高 那我们来看看 那你说 那个霍元甲 不是更有名吗 应该比他父亲更厉害 那小说就写他 没有写他父亲 可实际上 应该他父亲的功力 比他更高 你看 因为霍元甲 其实他不适合练武 这一点 很多小说 电影里面演的是对的 幼年的时候 体弱多病 但常常挑财 那个标师 生意也不稳定 尤其那个民国开始 又开始有这个 这个标师 可能就比较 比较 比较少一点 就是生意可能变差 家境也不是太好 你看 不然的话 他不需要 小时候就挑财 到天津去贩卖 表示爸爸赚的钱 也不够多 然后你看 28岁 就是年轻力壮的时候 到天津码头 当装卸工人 他当工人 你看 霍元甲去当工人 我们这边讲的事实 主要根据 维基百科 还有掺杂 一些其他的 就觉得可信 结果呢 在老板 龙敬孙是他大老板 所以我们电影上 看起来 两个是败把的 平起平坐 不是啊 龙敬孙是他大老板 他只是一个小伙计 两个地位差很多 龙敬孙 而且龙敬孙的 有一个好朋友 是谁呢 国父 龙敬孙 他也是同盟会的会员 他也是支持革命 他本身也有钱 但是呢 他不是开酒楼 他不是开酒楼 他是开药铺 不是酒楼 他是那个 淮庆药堂 他开了 然后 那个 这个货员甲 前面当码头工人 然后后来 因缘机会 跑到老板 龙敬孙 有钱人 有地位的 在药堂里面当帮工 结果后来 做得不错 变掌柜 这时候 地位就开始高一点 然后41岁的时候 你看28岁 就码头工人 可能33几岁 快40岁 升任掌柜 41岁的时候 到上海 那金屋体操会 也不是他创立的 也不是 是一个叫 陈公哲 跟陈姐生 他们创立的 那 那创立金屋体操会 以后呢 然后 请 请这个 请这个 那个时候 41岁 请这个 会员甲 会员甲他那个 去当 武术老师 但是很奇怪 他41岁 去当 当这个 金屋体操会的 这个 武术老师 可是一年就死掉 因为他一直有病 一直有病 他并没有 这个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就事实真相来看 他并没有跟西洋 大力士 比武获胜 没有 就是有些好事者 就说 因为 霍元甲 他力气很大 这个很奇怪 他年轻的时候 身体就不好 小时候身体就不好 可是后来可能长大一点 有调养 就是 有压住他的病情 可是他力气就很大 天生力气就很大 所以呢 就好事者呢 就是约了西洋的 力士 一些大力士 奥匹 跟他比武 但是呢 没有比武 这个力士后来落跑 也不知道 是觉得 打不过 还是另外有事 因为这个太久了 搞不清楚 就没有参加 也就离开中 没有打成 没有 没有比武 就是有人想安排比武 可是没有打成 那有关于电影上常讲 霍元甲是被日本毒死 他是小说家 平江不孝生 所以那个时候 清末民俗两个大小说家 一个平江不孝生 一个还珠楼 还珠楼主 就是写了什么 什么鼠山齐霞传 这个人啊 用手一笔啊 剑啊 飞来飞去 那个 那个还珠楼主 那另外一个 就是平江不孝生 这两个是第一代 第一代的武侠小说家 那其他的都是后来 诸葛清运 一大堆的 都是后面 然后平江不孝生 他的两个著作全数 还有近代侠 英雄传里面有写 写这个会员家 被医生 日本医生 邱叶 用一个叫做慢性 滥费要毒死 那事实上呢 未必 未必 因为霍文家 从小就科学症 那他自己 霍文家有讲 他小的时候 想练功 但他父亲是希望 他不要练 因为这个身体不好 先把身体调养 但他就偷练 而练的时候 有方法错误 氧气耗尽 微血管爆开 所以他那个科学 也这个脸色 常蜡黄 所以有黄面虎 就是一看就是 就是那个脸色蜡黄 就是身体不好 可是 可是他这个力气 就是很大 这个天生神力 所以当时呢 上海的申报 也没有提被日本人毒死 认为 因为 因为霍文家跟日本人 有无冤无仇 有无冤无仇 那个电影上也说 霍文家跟比武啊 然后日本人啊 还是压住压宝啊 还认为怎么样怎么样 那在电影上也 因为霍文家本身 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那日本人也犯不着 为了一个小人物 去毒死他 也犯不着 所以当时申报 认为他死于心脏病 也没有 从来也没有提过 就是当时的报纸 也没有提到被日本毒死 那可是你说 平江不孝生 写的这个静代下 一中在说 啊被毒死 那你说平江不孝 你怎么知道呢 平江不孝生 早就死了 他也没写说 这个怎么样是真的 我有什么证据 也没写 所以这很多小说嘛 所以小说 电影电视 你全部相信就完蛋了 你看 你看后宫甄嬛 觉得这个 雍正啊 常常喜欢跟后宫啊 后宫还勾心斗角 那个时候不是啊 后宫管得很严啊 雍正一辈子 写了一千多百万字的批词啊 但是他一辈子 看了多少亿字的咒词啊 他光是 光是批啊 用那个 用那个猪批啊 用红色的毛笔 那个沾了红色墨水 就批了 他才当不到二十年的皇帝啊 批了一千多万字啊 你一千多万字 你洗来看 所以雍正很忙的 他没那么多时间去跟后宫啊 你可爱 他可爱 怎么搞 没那么多时间搞啊 而且他小孩子也不多啊 就是 就是雍正 他不是一个好女色的皇帝 说他爸爸 康熙 好女色 因为康熙小孩子生很多啊 那庸正就没什么生了 那秦始皇也不好色 甚至有人说秦始皇不好女色 因为秦始皇也没几个小孩啊 那孙中山 他因为他认识 这个 霍元甲老板 龙敬孙啊 所以在金吴体育会 成立十周年的时候 啊 孙中山有到场啊 写下上午精神四个字 那霍元甲力气确实很大啊 能大概一个人挑三人分 就是能够 这个一个人挑几十斤的吧 就是粮包啊 财啊 他一个人可以挑好几百斤 力气就大 天生神力 天生神力 打起家来就有力气嘛 加上他又学过 又学过武术 所以就是在那个 实力上 一定嘛 你找我麻烦 我找你麻烦 他一个人打好几人 是没有问题 力气大 又学过武术 所以他才 才会民间 他有名啊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啊 他平常打架啊 这个平常人家 找他麻烦啊 他都打赢人家 就是啊 他武功多厉害 又打赢什么 西洋大力士 俄国大力士 又赢日本人什么 就是穿越 夸张 他也在当地若干的 非正式比武中获胜 就他外号叫 豁大力士 所以他力气确实大 但是有很多东西 电影里面也呢 虚构的 我们再看叶问 叶问这个李小龙 李小龙就不高啊 李小龙可能 170都不到 点多170 所以他大概 叶问大概160左右 小个子 所以这个几个都小个子啊 当然我们不知道 或原甲多高 但是看这个照片看起来应该也不会多高啊 那这个 这个黄飞鸿 我们也不知道多高啊 当然电影里连接 李连接 矮个啊 也是16起而已啊 那当然黄飞鸿 这样看起来 因为目前只有一张照片啊 看起来高 高于啊 但是看起来也不像是 多高大的 所以这几个都不是很高大 尤其是叶问特别矮啊 160而已啊 凡他是寸进嘛 你看又瘦又小 干干憋憋的啊 理想就不高嘛 你看 你说李小龙不会啊 看起来不会 你去看看他早年演清风侠 那个外国男主角 那男主角可能 可能接近190吧 至少187188嘛 那这是旁边 简直 矮一个头多 个子小得不得了 在外国人前面 个子那么小 当然 他后来演香港片啊 香港也不高啊 就还好 但李小龙个子也不高 曾志丹也不高 所以曾志丹演那个关公 关公这个个子倒 关公一定是大个子嘛 你说他去演 然后那个 然后曹操小个子啊 曹操这历史上就小个子啊 结果又用一个 差不多180的演员去演 你看 演曹操小个子 找一个180的去演 然后关公是 个子很高大 找一个170不到的 曾志丹去演 这是胡搞瞎搞 就是演技什么 其他不管啊 而且那个 那个关云场 那一部里面 也是乱白的 所以很多电影 没办法看 所以我们这个 很多看那个 看小说啊 看电视电影啊 没办法看 就是你至少有个 七分真吧 你说他的真实度 只有一分两分 他怎么看啊 所以叶温 他本名叫叶继温 香港身份之后 名字叫叶毅 他有一妻一妾 三子二女啊 所以这个 很多电影 小说里面说 他跟陈华顺 跟他二十九 吴仲书习武 这是真的 那姐姐呢 叶宇妹嫁给香港商人 后来因为时局不闻 叶宛被送到香港 读书 所以有些 有些戏剧里面 说要香港读书 这也是真的啊 也跟那个 世伯良弊 这都真的啊 那毕业以后呢 他就回来跟 名门归秀张永成 所以他太太 真的叫张永成 这是没错的 也在大家归秀 也没错的 然后呢 这一段这个 电影里面 就比较没有演 所以1926年 叶文加入国民政府 就是 蒋介石的政府 就是花圈局 花圈局就向 妓女院 收取花圈税 可能电影里面 或小说 哎呀 这个不好看啊 这个叶文啊 还在这个 国民政府的 花圈局 像妓女院 这个不好看 不演 这个历史就是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然后1938年 日本军队占领佛山 广东的佛山 奇怪 这好几个都是佛山 汪精卫 就是跟蒋介石不合的 汪精卫 是 蒋介石老大哥 辈分很高的 所以蒋介石当初是 国民党里面 辈分很低的 可是因为他救过孙中山 救驾过 然后创立 在黄埔军校 也不是他创立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立的 他当校长 所以他一下子掌握军权 所以一下窜起来 所以国民党一些革命元老 很看不起蒋中正的 甚至说蒋中正就是军阀 因为蒋介石也是个性 是很强悍的 有时候不讲道理的 动不动还把那国民党大佬 马上把你软禁起来 闹得天路人怨 后来蒋介石他自己也承认 自己个性是太重 因为蒋介石就杀手起家了 他就杀手 就小混混起家了 蒋介石 那个汪君为政权 把叶家 所以叶家家到中路 大院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有演说 中日战争以后 他家就被收走 那也是真的 作为公务的官邸 但是后来 有些这段就没有演 后来叶问 就是教授军警的武术 中日战后 担任国民政府 蒋介石政府里面 警察局里面的行政队长 代理局长 也曾经官拜上校 这段有 所以他后来逃到香港去 跟这段有关系 但是电影里面没有演出来 所以国共内战以后 蒋介石退守台湾 叶问 因为曾经担任国民政府的上校 队长 因为他怕 因为蒋介石输掉了 蒋介石屁股跑到台湾来了 大陆就全部毛泽东 共产党 所以他有这段经历 他怕被共产党清算 可是那时候时间很急 先带着女儿逃到香港 妻子张勇诚 跟其他儿子女儿没有随行 所以后来办了 他先到香港去 有办 有办这个一亲 结果他太太张勇诚也去过 可是那时候只是 去办个手续 又回到佛山 可是接着要准备来 不行了 因为那段时间 就是香港封闭了 整个封闭了 封闭了 所以太太就没有来 所以他后来 就是只跟太太张勇诚 在香港见过一面 所以后来有些电影也说 他太太跟着他到香港 那一段就是假的 没有 他太太只去过一次 办个手续 接下来 就是没有见面 没有见面 然后他太太后来 就死在佛山 所以叶问呢 他香港定居后 就交权嘛 李小龙在1905年 确实加入 确实加入 但是不是正式的徒弟 因为叶问他有平常教过一些徒弟 是事实 但是他入世弟子 就真正 正式承认弟子 只有一个 所以他这个很小心的 不随便教 一般只是说 我跟你收个钱 这个也不算正式弟子 李小龙也不算 他正式入世弟子 只有一个人 然后1954年 叶问就无心交权 开始吸食鸦片 可能太太也不在 因为想到以前很多事情 然后各种的大起大落 以前他家里以前 家境是不错的 然后家里又没了 一个人在这边 好像有个女儿陪着他 反正太太小孩 主要都在佛山 就心情不好 就无心交权 人之常情 可以谅解 开始吸食鸦片 就是压抑自己 然后后来到1962年 你看已经吸了很多年 吸了八年了 吸了八年 你说你吸的鸦片 你怎么教嘛 就不好教了嘛 鸦片没钱买的时候 就很难过啊 精神就不够嘛 然后两个儿子来港 他决定戒掉鸦片 那1972年 叶问在他家里面 沙发上也算是 受众正寝 安享离世 没有病痛也不错 那过世前一个多月呢 他就拍了一些 无数示范影片 这是我们想 在网络上普遍看 所以这一集 就讲这三个人了 这三个人就是 我们电影上 我们一般的知识 一般的形象 我们的印象就从电影 电影上来的 那霍元甲 黄飞鸿 也问这三个人 确有其人 电影上演的真真假假 有些真的有的假的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是 都是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所以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回放 所以像黄飞鸿 力气确实很大 私底下这个更加比武 也常常也没错 不过呢 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 十三仪啊 没有什么 牙刹书啊 保之灵 是真的 真的有 真的有 然后他的生活过得不好 没有赚到什么钱 死掉的时候 连棺材都没办法买 然后也没有什么 十三仪啊 但娶了四个太太 第四个太太 小二十几岁 莫过来 他真的会连武术 后来带着林世荣 林世荣根本也没有那么胖 不像郑哲师那么胖 那会员家呢 他爸爸反而功夫确实高 会员家 那龙敬孙呢 是他大老板 两个没有平起平坐 金武体操会 不是他开的 他这里面有教权 教武术 是别人开的 跟大历史比武 没有 没这回事 就是有人安排 是有人安排 但是没有比 就是被一些评教 评章不孝神他们写的 小说嘛 小说叫小嘛 还不是大说嘛 就小的嘛 小的一个是一方面很小 一方面就是说听听就好 看看就好 不用全信 所以霍运家也没有说 他真的被日本人 因为他的社会地位 也没有高到需要日本人出面 把他毒死 因为他从小就有科学的毛病 面黄 面黄 然后看起来 也不胖不瘦 还好也没有很瘦 就是 就是脸色黄黄的 因为有科学 他就是力气大 那叶文是小个子 小个子 他永春当然是 永春当然不是他发明的 这个传说也搞不清楚 说五眉失态 那太久了也搞不清楚 但是叶文 但是永春拳 他确实是这个 这个学过永春拳 所以他有些对方 他太太张永春 这些都真的了 也到香港念书 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他曾经在 这个像纪女院 收取花圈税 在花圈去上过班 这个电影就没演出来 也当过国民党的 最最高 当过上校 上校的巡逻队长 这个电影也比较没演 也比较没有演 所以因为他是这个关系 怕被共产党清算 所以他跑到 跑到这个香港去 怕被清算 可是呢 他太太张永春 有一个电影上 张永春跟着他 到香港吃苦 什么东西 没有 张永春没有过去 他太太 就死在福山 没有跟他去 然后这一段也没有演 就他后来心情不好 家道中弱 开始吸食鸦片 这个电影为了保持形象 也没有演 一期吸了至少八年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看东西 看一个真相 我们这边就是讲 就是至少 根据比较 我这边看的 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对的 但是相对来讲 可信度比较高 电影上有些就太夸张了 因为没有嘛 这个历史上嘛 或者当时报纸啊 或者老一辈的 就明明没有这个事情嘛 所以我们就说 真真假假 哪些是 是虚构的 哪些是可信的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集结 那我这边15个YouTube频道 我需要你们回馈 这15个YouTube频道 全部按订阅 这期讲证